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3月8日傍晚,冯绍峰在微博上激动发文宣布赵丽颖缠字,很兴奋地告诉大家母子平安。 两家的粉丝也欢呼雀跃,终于生了,之前的种种猜测也变得毫无意义,想想还真是不容易,从两人官宣在一起之后关于他们的传言就一直没有停过。 还有很多人说赵丽颖嫁给冯绍峰是嫁入航门,因为川文说冯绍峰的父亲特别有钱有本事,但是具体做什么的冯绍峰从来没有透露过,而冯绍峰的父亲也特别低调,只是这次赵丽颖产子作为公共,冯绍峰的父亲终于露面了。 据说还没有生的时候,冯绍峰的父亲就感到因缘探望,虽然行程很低调,但还是被路人发现了,他开了一辆红色的路虎车,依照片来看还没有上拍照,可能是冯绍峰担心被拍,所以临时提了一辆新车吧,这还真不是一般的好。 而且有路人拍照的时候,冯绍峰的父亲显得非常的不高兴,不过他并没有阻止也没有拒绝,只是看过儿媳妇以后就低调离开了,难道不等着第一眼看村子吗?可能是公务在身比较繁忙吧,不过能亲自到因缘探望说明他还是很疼这个儿媳妇的,大家认为呢?